我們首先在場面新增一個Folder 改造USB 之後再在audium這個file 開回dxp.exe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就是Potel 開出來之後 我們CREATE A NEW BOT LEVEL DESIGN PROJECT 這裡會出了一個新的Project名字 但我們要改一個Project名字 WriteKick Save Us 我們選擇場面 因為是之前在場面開的Folder Save在USB 名字也改成USB 接著我們要開三樣東西 我們要開SYCHEMATIC PCB和SYCHEMATIC LIBRARY 我們繼續在Project上 WriteKick,New,SYCHEMATIC 好了 你會看到SYCHEMATIC出來 我們可以選擇 你覺得SYCHEMATIC 我可以選擇SYCHEMATIC 描述Kick Document option 我不要這個SYCHEMATIC 例如今次要A4 我可以選擇A4 你又覺得SYCHEMATIC 我們可以在View上按FIT DOCUMENT 另外快速鍵 按VD也可以 可以的 我們先把Project拿出來 同樣地 我們那三樣東西都要 Save同一個檔名 這裡有WriteKick SaveUS USB 好了 這裡已經弄好了 在Project上 在WriteKick,New,PCB 這個PCB 是等你畫完整張SYCHEMATIC之後 可以update 這裡繼續可以 Wild版 還有這些格子 可以讓你 夾著我的塊板有幾層 成幾層 同樣地 我們都要WriteKick SaveUS 改名 改成USB 最後 我們再開 New SYCHEMATIC LIBRARY SYCHEMATIC LIBRARY 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是用來 讓你 製造一些 IC 和零件 因為當你 在Library找不到 一些零件 或者IC 你就要自己畫 一些零件出來 然後 畫了出來 之後 Save了之後 你以後有一個 file 你會看到 之前畫到的零件 但是 就不用再畫 8個 以後 又有傳遞 就方便自己 打畫 schematic 同樣地 我們也是要 Save 做USB 的 好了 你也會看到 這裡 有四張 好像Page 的櫃子 下面的三個 file 都有白色 為什麼上面有紅色 白色的原因 就是 你已經save 好檔案 但是 為什麼 三個save 但是 最終的project title 都還沒有 紅色的呢 因為 如果你還沒有save 整個project 是 會出現紅色的 就算你另外三個file save 之後 如果你 交叉了 整個file都會沒有 最後 做每一次 或者 不嚴其返 都好 每一次都可以 4 按Wike save project